下一套是花舞少女 其實我覺得她 OP 很好看 中毒性很高 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就算了 又買了很多 地雷呀 你先說明文方面地雷 OP 和ED 出版 其實一件出版之後 Eat article 和Youtube 點榜挺高的 一部疑問中毒性挺高 但當你買了CD 聽完完全版之後 我發現這首歌也不太好聽 你只會說剪接的有一號 對 你感覺到的吧 你這麼多年連資 你這麼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對和諷會抵抗力 算了 不好意思 這次介紹到一切 OK 大家繼續 而這一套其實 近年的所謂的佈活番 開始我覺得有一點點 太大了 其實它的制式有改變了 這套其實比較好看的地方是什麼 對比起早期的K-ON 或者後薪工 小小時期 那些 它會很典型 基本上每個學部會做的 做什麼recruitment 然後做什麼修學旅行 做一下水著迴 做一下學園祭 然後做一下 我們目標做什麼什麼什麼 會做那些事情 其實你任何部都沒有分別的 然後有時候 後來去到近年少少 就會加上那個部 或者那些學校 因為輕盛地巡遊 就會抓到一些 那個部是要當地特有的文化來的 可能是 但是去到這套東西 其實那個味道 輕了很多 反過來 會回歸回去 透過那個部 要需要人手 那它不跟Member之間的 家裡的背景的故事 緊厚出來 AAM說這件事是對的 它開始其實 因為以往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說 將不同的成員 加入這個 是會盡量去減少的 所以其實更加多的時間 是著重於放在他們 怎樣在這個部門裡面 一同生活 或者一同體驗的故事 會比較多 但是你說其實近年那些 很多時候 都是在 刊渡招募部員 已經是講了大半集的時間 其實是 那些 其中一個例子 差不多這套東西 都是去到最後 最後才集結了所有人 差不多 而它是著重了 因為以往 其實是 它是整批角色去賣 它現在其實是獨立了 其實每個角色 它都花很大 即是花舞少女位置 它每個角色 其實花很多的筆脈 去講它的背景 而就算 好像說 它就算會incute 在這個部門裡面 它是未正式加入 還有 加入了的狀態 其實它是分了兩個stage 而 很多時候就是 你說過往的 這是過往的 就是 很多時候的角色 其實因為交部之後 很多時候 因為太多時候 忍應人化 對 要共同行動 尤其是這一季 只有十二集 十三集左右的時間 你還要說 如果有一個目標 他們需要訓練 其實是很難 給一些雜數出來 說 我們要達成某些東西 那個個人性很低 它有一個好處 這套東西 其他動畫 我講的類似 他們可能會 開頭角色是不認識 然後他們會見到 報復才認識 這是倒轉的 報復結成之前 他們本身認識 即是鄰居 別說他們本身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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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他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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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之間 或者這樣說 其實過往的 所謂的解決 解決每個角色的心記事件 會是有 他加入了學部之後才解決 或者其實他加入了學部 他有自己的目標想去達成 他想去達成 或者無緣無故進來吃茶點 或者是被一些行動力很強的角色 拘捕了進來 但其實他不知為何要加入 而花舞少女裏 其實他做的情況是 五個角色 他們有自己各自 即是由哈拿 做出發點 怎樣去引導 其他四位角色 最終是加入了這個報復 而很多時候 他拘捕人 其實都 你看到是不同的 每次的角色 哈拿就拘捕了阿明 進來這個 夜來舞的學部 然後阿明 不算是拘捕 他就拘捕了 阿爺 拘捕了阿爺 進來 然後 順帶 之前還有學者 還有多美 然後多美 再拘捕學生會會長進來 其實是 應該這樣說 他有個 我不可以說好 但其實手法有多好 就是 出賣朋友 不要說得那麼直接 讓我圓滑一點說 就是 由丹多說 那個角色最好的朋友 去解決 或者由他主導 怎樣去解決 因為你看到 其實 開頭 就算加入的時候 其實不是每個角色 一進來之後 每個都朋友 一模一樣 每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其實是有差別在裡面 你看到 友誼的成份 在裡面 沒辦法了 都是賣保險的 有關事 都是陳垃圾推銷 落陳垃圾推銷 拉一個 一個拉兩個 兩個 三個拉進來 所以看到 其實每個角色 是真的有自己 固有的一個定位 固有的一兩集 是他們是 由他們 說回每個角色之間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是說 之前的手法不好 但這種手法 就是他描寫角色 他會是OK 當然你說 缺點的就是 夜來舞的重點 其實是薄弱了 其實你看到 那個故事 一直在拉長這件事 是啊 大家只知道 就是那個拍 那個木板 拍一拍 其他那些細節 基本上 沒有什麼要知道 當然 其實他裡面 也有說過 那個背景 怎麼傳來 學生會準 明顯都是 滋養液的角色 感覺是很認真 他那裡說過 其實那裡也說過 就是 這隻武器 到了現在的自由度 已經很大了 其實那個名字 是遺傳下來的 但其實那個形式 音樂 那些其實 因為有很高的自由度 其實某程度 是假如說 為什麼不需要太擺 重點好介紹 這一種武器 因為 他已經沒有一個很固定 standardize 的形式 除了名字之外 而你說這套東西 它有一個 即是你說 我定義為是一種 不賣錢的元素 就是因為 你始終就是 可能你這些 舞曲 歌 那些東西 始終就是 你如果一兩年前 那種 case 你一季裡面 你沒有兩三 你沒有兩三套 那套 或者兩三套 沒有的話 是賣不到錢的 他最初玩MIDI 大哥 而這套東西 拉長了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對Sales 是有多少的影響 以商業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這套應該沒有什麼錢 看見 那些錢是集在前期 到後期那些帽子 剩下話 差不多都是 其實你全部禁止 他重用的是什麼 OP歌 OP那個舞步 他是重用這些東西 他的CD很少 他CD只有三隻 他小三隻 就是奈夜奈的歌曲 他那些歌曲 他唱的那個 和韓日流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 那些歌曲好事 所以你說整個 你說整個 在商業上 他的考量 他可吸金的元素 其實不多 他 而 重心在擺在 就是 那些角色 可以引起到 多少人 去 喜歡這個角色 而去再買那個角色 相關的產品 而我覺得這件事有利於本身花母少女性友都是比較新人的 其實是有利於宣傳新人的 新人的表現才會多了 其實大朋友當然不是新人 那一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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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來見到那個故事裡面 應該說這類型所謂推銷新人裡面 僅有一個比較資深的或者人力很高的性友 它帶起這個 你始終要有人注意他們的話 就一定有些人想看那個 連帶益也注意這幾個 這個是很常用的手法 因為這套就跟Gaslip不同 Gaslip真的幾倍速看都受不了 這套我絕對是一倍速看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大家看頭 特別是第一集 他們說話的聲音是覺得很韌異 跟一些熟手的聲音 你原諒他們 某程是不一樣的 某程是難聽的說話 你有一種是扮聲和隔著咪咪的感覺 是存在的 對我而言是 有些角色是 這是第二套 人生第二套演藝的作品 你這麼專業都難以 但那種感覺是明顯的 這類型的作品 反而能夠帶起一些新星友 我覺得這類型的作品 而且角色和角色之間 其實你沒有交流器的話 就算你本身的新星友的底子幾好 是無法發揮的 你不是很多人 因為你沒有故事 對,你不能爆竊 但如果多角色交流 以及多些感情起伏 其實花舞少女其實是很多的 很多其實都是說 一個角色自己有自己的難處 然後他要怎樣克服 其他角色怎樣去支持他 或者幫助他 當然這些是常有的 所謂的報活 雖然現在其實很少 我覺得近年來說 其實花舞算是比較正統的報活 其他那些報活 是不知道什麼的活動 剛才不是說過 什麼都是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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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完全 拿了報活名 拿了報活的經費 但不是行報活之實 這個聰明 這個簡直是連報活的資金都沒有 其實是 這個是賣老司 賣老司 出賣老司 出賣老司 給這個夜來沒有碰的光頭 光頭海怪 所以其實你說套東西 你可以說各方面 好像剛才 Ian有說過聲優 未去到聲線 他還有另外兩個東西要提 一個好一個不好 好的是什麼 他那個主角的處理手法 是處理得好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大家看看他幾個角色 例如你說 大部分人 有三個都是家裡的問題 例如說 兩個學者 加上Hana 都是家裡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 可能對他的情緒 或者那些有鋪排 要有個展式 那你說阿爺爺 那他是 因為阿明 他本身的好朋友 帶出來 那件事也不難帶 他在中間那個帶 他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覺得說 咦阿明好像沒有什麼特別難處 不是 他的難處只不過 不在家裡 他的難處是 他那個演出經歷的 那個不愉快 那個體驗 那個恐懼 核心一點 核心去說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很少 報活的動畫 我覺得 略嫌缺乏了一件事 剛才阿爺說到那個問題 成長 是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很多的作品裡 角色是沒有成長過的 他依然維持他的性格 但是其他人 是被那個角色同化了 但是你這裏看到 是阿明這個角色 是被其他人感染了 和經歷其他人的事 他自己成長了 由不敢出聲 到敢出聲 到不敢表演 到自己敢站出台表演 其實你看到 雖然你說阿明的角色 他未必是這套 最多人喜歡的角色 我相信也是 但是你看到 他作為一個膽 他中間的膽 他連了所有的東西 為什麼處理好呢 就是因為 其他人 你要去說他家裡的背景 那些東西 其實那幾集 通常那兩集 是很明顯的 扯了那個人 我明白為什麼不需要處理 因為他那個問題 純粹就是 台上表演 於是把他個人的問題 扯到最後 都不是 你不算是Hana 那個 但其實他是扯到最後 反過來前期 就給了空間 給其他人做 其實他這套 是給阿明 經歷不同的事 其實 在阿明的角度 來看 就是 整個夜內舞社 所有的女角色 其實 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有很多特性 是阿明覺得 他自己是一輩子都做不到的 但他經過很多不同的事 他更加去了解他的同伴之後 才發現他的同伴 都有各式各樣 自己 他們自己都處理不到的問題 然後 其實他們自己都要經過了很多的努力 才能夠 走前一步 再成長 然後 推動到阿明本身 他自己都說 其實我是不是都可以改變呢 其實 另一個方面 就是報活的題材 另一個方面 就是一個角色 就是剛才說成長的事情 其實 現在的事情 很少做到 這一套 其實是 腳步是緩慢的 老實說 如果你經歷過這幾年的報活的洗禮 你會覺得這套 其實你都會覺得 有一點點黏的 偏慢 因為他不是一開始齊人 而且 他叫做 很多時候一波幾折 最終是表演不成 但其實他的表演不成 在於 可能很多時候 根本 全部的角色都是未成熟的 即他不會說 特意將未成熟的 接著做一集 然後突然說 我看好你們 你們很有天分 那些事情 即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反而是著重 他們的角色是怎樣去鍛鍊 其實最終都沒有說過 其實他們說 他們第一次表演之後 究竟那個效果 你不理想 這件事 他沒有說的了 他只是說明熬完底之後 然後就完結了這件事 所以 其實他一直這套 裡面說的是 角色成長 而就是 我覺得是 近年 比較缺少的 在佈副類的作品裡面 少看到的元素 好了 剛才說了兩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那些 作畫 我想大家都會很同意 特別看幾個位置 他的中身 即是半身 全身 和大頭 你要看到他的眼睛的形狀 會改變 大小會改變 我都說這套東西 其實不是太多錢 你要知道他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他那種眼 是幾個角色的眼睛 的眼睛 都是不同的 那個形狀 有些人是偏尖的 有些人偏軟的 但是你覺得 有些尖的角色 突然間會變成圓 或者方 然後眼睛的大小 眼白的位置 闊度 全部都會變的 即是平時 全身 眼睛和鼻是差不多的 中間兩隻眼的距離 有兩隻眼 去到大頭 中間的距離 只分一隻眼距離 大隻眼 變成荷包蛋那麼大 變來變去 在這裡 請BD修成 是的 所以很奇怪 不過 overall來講 他好看的 即是 劇情 或者聲音 都可以 以今季的水準來說 他真的不差 是算好看的 而且 故事來說 剛才我們說了這麼久 我們真的看到那些成長 他有答實的內容 是的 不會完全沒有內容 純粹 行報復之名 沒有報復之實 整套作品都是貫徹著 夜來沒有這個主題去發展 作畫方面 剛才艾姆說的 就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覺得有盟國就可以了 作畫小事 其實他動起來 都看上去旺提及順 旺提及順 是的 另外 OP有一個人我喜歡 就是他一開始的位置 因為他一開始是幾百傘 幾百傘 幾百傘開的效果 來做回他的名字 那五個字 我覺得那個效果是很漂亮的 做得更好 因為你上面看上去開傘 突然間完 電腦做的效果會很容易 但做出來的效果 看上去很好 這個我很喜歡 是的 那我們這一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繼續